4月1日宜人節,在西方有些報章刊登一些區解的消息,似是而真的,嚇一嚇讀者,開一些無雙大雅的玩笑。 我發現,似乎香港現在的報章也會這樣做。 我4月1日的時候,在《文匯報》裡面刊登了聖工會,有一位正牧師,叫管浩明牧師,就是教省的秘書長。 就說,宗教界已經有共識了,他們是反對暫中的。 我正在想,第一,我們讀神學的人就要有一個定義的,宗教界。 宗教界是包括了回教、醫師、難教、佛教、道教。 是嗎?還是只是講基督教呢? 基督教裡面是否又包括了天主教呢? 還是他自己聖功宗呢? 所以呢,我就不清楚了。 因為我自己作為一個基督徒,我都是一個牧師。 我也都認識一些的牧師。 那我都發覺,我們大家之間對佔中的看法都有不同。 當然有人會反對佔中,有人會認同。 有些人來抱著觀望態度,到時看看情況怎樣。 至少目前在這一刻裡面,似乎就未曾有真正的共識。 但是為什麼管牧師就說已經有共識呢? 另外就是我們經常強調,有些事情我們是要申報利益的。 最近中西區區議會,罵了一件事,但好像全部沒怎麼報導。 那就是,主席還要趕走泛民的一位區議員。 因為原來他們呢,就批錢,又推廣基本法。 那但是呢,原來似乎表面都有幾多的利益衝突。 那批錢的人,原來就是被接受這些撥款的團體裡面的有公席當中。 雖然他們說我們沒有拿人工的,我們是會長來的,我們是義務顧問。 但是你又批給這個組織,那個的延續性很有問題。 就好像剛剛今天我都沒有詳細去看, 報紙就說到我們政府裡面有兩個高官, 邱騰華和陳茂波那家人呢,有一些很秘密渠道裡面呢, 在外地呢,是有投資一些的股票,甚至買地啊。 就是這樣。那其實利益是要申報的嘛。 那我不知道,就是管牧師有沒有申報到, 第一,他就是聖工會一個幾重要的人物,是秘書長。 第二呢,就是聖工會的主教,康保羅牧師呢,就是全國政協來的。 那就是說,聖工會其實已經跟國內裡面一些的政治掛了勾的了。 那會不會是因為這些背景之下,而講出這些言論呢? 其實應該要申報的。沒有申報,我覺得有問題的。 好了,有時候我就問,為什麼我們只是去反對,而沒有想到原因是什麼呢? 作為一個基督徒,作為一個神職人員,當我們去輔導的時候, 我們都會去分析什麼原因,靈致到有今天這樣的處境呢? 譬如一對夫婦要罵離婚了。 那我們就會問,為什麼呢? 當日他們相戀相愛結婚的時候,是不是第一天就已經炒到天崩地裂呢? 不是的嘛。 那我們就要探索是什麼原因,令到這件事情會這樣發生。 這個是我們很基本的操守來的。 但今天我們往往就是說,不應該這樣做。 但我們就沒有去探究,為什麼這一幫人會這樣做。 一幫學者,一些都叫做挺穩定的生活,在大學教書,有一個挺好的收入。 但是,竟然出來,搞搞震,不怕死啊。 真是不怕國內一些的政治壓力,讓他們可以來帶進去,真是很慘。 但是,為什麼我們都要站出來呢? 我們有沒有想到,其實,我們渴望有這個的平等,而有公正的選舉,已經很多年了。 我不知道上次,有沒有跟讀者聊分享過,現在在我的桌面上,還有一本就是,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。 是基督徒關心教會前景小組,1984年5月的這一本已經發王的小冊子。 我們仍然知道,我們對整個的政治,社會,國家,是有責任的。 所以,我們不要只是說,對還是不對。 我們是應該要探索,為什麼,是什麼原因,驅使這件事,可能會發生。 那麼,而這些的原因,又究竟對與錯呢? 所以,這個我們是要去反思。 那麼,為什麼經常都說,我一定會有暴力發生呢? 我上次也有說過,50萬人上街,都可以安然無事。 即是,反暴力,和要爭取新聞自由,數萬人上街,豈不是一樣沒事嗎? 和平與愛,尼泰海佔領中環的法理人已經說,譬如就會證著,如果警察要清場,被拘捕,就被拘捕。 他們是不會作出反抗的。 那所以,為什麼會這麼容易,尼泰海說會有暴力呢? 是否已經會有一些人,預算了,去做一些事情,以致他們不能夠有和平呢? 所以,今天我想我們要去探索這些。 我自己很心體會做一個牧者,我們說話的時候,真的要很小心。 雖然,稍後,即是,他在商台的一個節目裏面,就有澄清說,只是自己的言論。 那,麻煩你搞清楚一點。 即是,特別你是一個教省的秘書長。 即是,不同我,梁永善,只是一間獨立教會的牧者。 人微言輕,你是有特別的身份,你帶他去表達的。 所以,我們都需要很小心。 在這裏,我就會有一個很大的感慨。 所以,我就想起,聖經裏面,在約翰福音第十二章裏面,就記載到,有一些極觀,他們是很懼怕。 他們其實是相信耶穌的。 但是,問題就是,他們害怕法利賽人,將他們趕走。 於是,他們就要暗暗的來帶去跟隨耶穌。 他們不敢直接的來帶去承認。 其實,在信仰裏面,不可能是可以暗暗的來帶去跟隨。 那,因為,今天,我們的信仰。 穿耶穌說,就是,作鹽作江,成造在山上呢,是不能夠隱藏。 很難有一個隱藏的基督徒。 今天,我們作為基督徒,我們一定要表明我們自己的身份。 很簡單,舉個例子。 如果你,怕被人笑。 重視人多於重視神的時候。 那段經文就記載,這幫人是重視那個人的榮耀,是過於神。 結果,他們放棄了表達你們的身份。 我們會看一看,當耶穌被審判的時候。 這幫人,夠不夠膽來帶去代表耶穌。 來帶去發聲。 來跟耶穌身冤。 默言不語。 就像彼拉多那樣。 明知耶穌沒有錯的。 沒有罪。 但在政治壓力底下, 他竟然將耶穌釘十字架。 原來身份不可以隱藏。 信徒也是。 如果你怕被人笑,而不敢承認自己是一個紀錄圖的時候。 很討厭。 你面對的誘惑很大。 有一幫同事跟你說。 今晚,上國內,上卡拉OK,然後直落,嘿嘿嘿。 那你怎麼拒絕? 你明知可能他們會犯一些情慾上的罪。 你拒絕得一次。 你拒絕不到第二次或第三次。 但如果你一早表明你是紀錄圖, 可能你會覺得你傻的。 但我很相信,他就不會漏你去犯這些錯。 我們見到其實很可悲的就是, 有一些的人大,有一些政協, 有一些高官,他們是紀錄圖。 但會不會因為要得到人的榮, 怕失去了自己擁有的權力,地位,甚至利益, 於是就默言不語暗暗,來跟隨主。 甚至可能是違反自己裡面那種的良知, 信用裡面講求那種的公義平等, 而沒有表達。 甚至呢,你都是去為權貴,你都是去發聲。 這是一個的悲哀來的。 所以作為一個的牧師, 我真的要好地管,管理牧師那些的言論。 我們就是願意每一個人都能夠為自己言論來負責。 特別,我們信徒更加要被聖靈來帶去提點, 便得我們來帶去隨便發表一些, 可能是違背自己良知、良心, 或者合乎公義的事。 當然每人所謂的公義, 便要在神面前坦然地帶去領受。